2017渣達香港馬拉松舉行的日子愈來愈近 你們準備好未呢? 這一主辦當局就在維多利亞公園中央草坪上 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嘉年華 為大家迎接這項盛事之前而熱身 現場當日除了有不少有趣的擺設給大家拍照留念之外 還有不少運動攤位給各位跑手 以及建議去測試一下自己出戰渣馬之前的狀態 而大虎亦邀請參賽者在任有超過7萬名選手名字上的跑手場上 尋回自己的名字讓他們做見證 同日一群為賽事出心又出力的VIP貴賓 聯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有親臨現場為嘉年華揭開序幕 而大虎亦特意安排了非洲古惡的表演環節炒熱氣氛 看看台下每個人都玩到手無足道 相當興奮 不過玩時玩 不要玩到忘形 最重要是排隊認領自己的選手包 無論你是參加10公里 半馬又甚至是全馬 最重要是在賽前做好準備功夫 以及休息精神 至於沒有參賽的你 在今個星期日早上6時 可以透過NOW Sports 630台 看到直播 各位比賽日見 晚安 晚安